終極班三拍攝接近尾聲 最近許多演員都逐一殺青 不過今天要殺青的 可是雷霆的家喔 今天雷霆家要殺青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終極班三裡面 所有關於在雷霆家發生的事情 今天全部都會拍完喔 好 那其實一個結束 當然不是真的結束囉 是一個新的開始 但是我們可以來回顧一下 在雷霆家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我跟萬鈞十五歲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大客廳 我們那個疊疊樂 大家記得 然後外面還刮風下雨 你們知道那場戲有多辛苦嗎 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員 那個閃電 那個那樣子的效果 到時候你們在螢幕上看到 全部都是製造出來的喔 不是我們不想要逼真 而是那樣子的場景 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那時候就沒有颱風 那天就是一個大晴天 所以我們只好發水車 我們只好用那種 我不知道閃電的那個是怎麼製造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拍 就是假閃電 那我覺得外面風雨嬌加 還有那樹影在搖椅 都是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 的手在那邊晃晃晃 聽說那天拍完還有好多工作人員都感冒 他們很幸福 我們就在烏內 點蠟燭 和萬地可 玩 玩 玩捷捷樂 歡迎大家 來的平家玩囉 因為我們今天就要跟他說拜拜了 喔 不過你們現在才去付雷平家了 下次來就是 不知道是誰家了 好的 我個人有機會是會希望再過來玩啦 非常謝謝這個地方 帶給我美好的回憶 撒親